嘿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要來玩這一隻非常可愛的基拉奇 我在別的頻道有看到一個非常猥瑣的玩法 今天要來玩看看 主要是我們基拉奇的特性是天恩 讓附加效果翻倍 可以看到第一個鐵頭的畏縮 是有30%的機會可以畏縮 等於就是加上天恩就變60% 意念頭錘的話是20%可以讓對手畏縮 那彗星拳也有機會讓自己的攻擊力提高 電磁波讓對手有30%的機會打不到自己 持有物方面就帶上光粉 讓他更難打到自己 而泰金就是用泰金水去躲一些火 地面系的克制自己的系 努力值方面我沒有在攻擊上面琢磨 我們主要是增加速度還有一點耐久 讓我們如果被對手打到的時候 可以被多打幾下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猥瑣的基拉奇 到底有多可怕 我們首發改成尤克希好了 上來做起點灑隱形煙 然後帶上火爆獸 最後再由基拉奇上來收割 對方第一隻是燈火幽靈 很漂亮的顏色 我們就先灑個隱形煙 還是先排落 先灑隱形煙好了 因為隱形煙可以影響到後面兩隻 那拍落的話只能影響一隻 而且他應該也沒辦法直接把我秒掉 那對方是使用暗影球 應該是收不掉啦 我是有耐久 雖然說是 哎呦哎呦差一點差一點 好這邊特防下降了 應該是扛不過第二發 呃我後面的寶可夢也沒什麼可以來扛的 所以就直接拍落之後 換下尤克希 啊不對 是送掉尤克希啦 好準備接受這一發 暗影球 有可惜面對恐懼吧 直接下去 那我再換火爆獸吧 火爆獸 啊我們圍巾丟暗影球 以暗影球還暗影球 上吧火爆獸 火爆 OK那我速度肯定是比他快啊 那他應該也不會換 沒換的話就拜拜溜 那麼看一下下一隻寶可夢 能不能用暗影球打 下面一位 現在都是現在是一換一啊 不過因為我有撒到隱形鹽啦 所以還是稍微轉一點 這邊這一隻哎草貓出來的話 先有沒有可能是帶氣死皮帶 先破掉氣死皮帶 那我這邊暗影球沒辦法打 效果不好我們直接換上雞拉旗 回來吧 上吧雞拉旗 拉旗 哎拍弱那我身上的光粉就直接 Oh my gosh天哪 太驚人啦 嗯我的速度我是練極 我是練極限速度的 所以我速度應該比較快 只能祈求OK 衛縮漂亮 那再下一招應該就可以收掉了 他應該沒有帶什麼突襲之類的招式吧 好順利的衛縮一次之後 收掉這一隻草喵 幹的好雞拉旗 就是要這個衛縮 那打下去有60%的機會可以衛縮 好那上來的是 呃這隻長毛豬的話 象牙豬的話 沒辦法給他電磁波哎 嗯他有沒有可能 換泰金火啊 哇冰力扛得住嗎 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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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住 好那他沒有換泰金 那接下來下一發 只要能夠畏縮就能夠收割了 像韭菜一樣直接把他收割 哎他沒畏縮哎啊冰力 哎他沒有打算要冰力了 那就不好意思啦 他可能也知道沒救了 直接放棄治療 因為我還有另一隻 另一隻火爆獸可以上來打 哎古頂路快龍賽富豪古劍爆 正義法還有五道雄獅 感覺就是沒有買DLC的朋友啦 那我們就上一樣 尤克希首發 然後基拉奇這一次帶賈賀人蛙 好啦帶一下哈特利 應該OK 比較怕的是對手派古頂路上來 因為古頂路真的蠻猥瑣的 如果是賽富豪首發的話 也有可能用戲法來猥瑣一波 那我這邊帶的是圖圖頭盔嗎 我想一下如果不要讓他換 沒辦法不讓他換啊 他速度肯定沒有快嗎 那我就先打一個攻擊招 好那他如果把圍巾換給我的話 OK是講究圍巾漂亮 那我速度就會比他快 那他那邊拿到圖圖頭盔 拍他一下之後我的 果然我會受一點傷害 哎但是 圖圖頭盔就被拍掉了 然後我可以持續拍落 他可能會換寶可夢 哎就他沒換 那他應該會丟一顆愛影球過來 完全都在套路之中 然後我應該可以擋住好擋不住 可以直接跑出套路外 啊抖那這邊的話很可惜 沒辦法一換一哦 那我們的基拉奇也非常可憐啊 上去什麼都效果不好 只能派賈賀人蛙上來攀布了 上來吧扔著哈特利 你膩 好我們就直接攀布收掉 應該是收得掉 而且不會想要救這一隻賽夫好吧 但他也有可能換快龍上來擋 他可能已經料想到 欸攀布OK那用得出去那就沒問題啦 因為快龍是有多重鈴片的嘛 是可以換快龍上來擋水系的招式啦 但可能賽夫豪的速度不快 所以保賽夫豪也沒用 因為他上來也是會直接被秒掉 好地是正義法 啊那我這一隻忍蛙是 是有帶鋼 是有帶鋼太金啊 但我們的基拉奇也是鋼屬性 呃我在想要這邊就給他一點 Color CC還是 換基拉奇上來 恩 我覺得直接用忍蛙收掉好了好不好 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我們打一個保守牌 讓他最後一隻寶可夢是對到我們兩隻啊 最後一隻如果是古劍爆 聖劍打過來就 蠻危險的說實在 啊這個時候有點莽撞啊 有點想要拚一波啊 如果對方是古劍爆 我就很麻煩了 月亮之力應該擋得住 但也是耗掉了一半以上的血 如果我這一發鋼太金收不掉的話 就糟糕了 太金爆發鋼好險 直接下去 好險他這個不是帶P帶 帶P帶的話可能就完蛋了 最後一隻 應該也是輕輕鬆鬆 啊真的是快龍 那快龍的話就 哦 只能打炎崩了 但是 這個快龍應該有帶地震哦 嗯 欸到炎崩先把他的 的那個打掉好了 欸他沒有要用神速 那他就是應該打地震 欸漂亮哦 哎呀我們的夾赫人蛙 你也有搞衛縮啊 這個 這麼低的衛縮機率你也可以中 好我們就再一個炎崩吧 他應該想打地震 他不會應該是不會打神速過來 因為神速打鋼 沒細唱 好他太金了 那他是太金 雕金嗎 還是一般 ok他是太金一般 所以他一定也是有帶神速啊 但是因為我們是鋼系嘛 所以他一定知道這個神速打過來 是沒料的 啊可惜啊這個炎崩的效果打了 跟有多重零片一樣啊 好順利的下去了 拜拜啦人蛙 感謝你的付出啊 我們下一隻是雞拉奇 不過這個快龍 他感覺是耐久型的 因為他有帶吃剩的飯菜 所以他應該是耐久加滿 有可能有帶龍武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用 把他下一招地震 肯定有一招是雨期 然後太金一般一定是神速 他也有可能 另一招是電磁波 因為是耐久型 那我這邊先電他 先讓他麻痺一波 麻痺 他果然是有雨期的 那有雨期的話 就必須盡量讓他衛縮啦 就鐵頭持續打吧 15次鐵頭應該是尻的 這個傷害 好衛縮 衛縮一次 我打他的傷害在這樣一點點 然後他的吃剩的飯菜 又把他的血量回回去 完全徒勞無功啊 就像我們每天在打工一樣啊 賺到的錢又花掉 花掉了又賺賺了又花掉 又拚一波未縮 他一定覺得很煩 都給你表演就好啦 我們這個打起來跟那個 一家屬一樣 屬數額狂打狂敲猛敲 我有沒有還害怕他是屠屠頭盔 如果他屠屠頭盔就糟糕了 不過他帶吃剩的飯菜 連續三次了好倒楣 這是60%的機會 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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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哦又畏縮了 還是我們來打一波會心拳好了 會心拳的命中率是90% 我這個未縮都一直觸發了 沒道理我們的會心拳 會打不到啊 希望 會心拳可以 讓我們提高攻擊力 再鐵頭一發好了 等下最後一滴血這樣會心拳 被他用到雨漆了糟糕 那我必須想辦法用會心拳 趕快提高我們的攻擊力 不然的話我覺得我這個鐵頭 鐵頭的次數有點危險 再拼一下鐵頭 拼個命中要害吧 好衛縮 持續衛縮 好慘啊 他完全沒辦法按什麼按鍵呢 這就是我們想看到的猥瑣雞拉奇 來一個會心拳啊沒中 哎 10%的機會沒中居然好險 哇我這個90%的機會 然後沒有成功他那個 好不容易沒有畏縮了 結果被麻痺30%麻痺 那我應該這一發會心拳可以 下一發應該可以可以達到吧 好再一次的畏縮漂亮 呃大概在感覺還要再三下來 我覺得還是會被他用到一次雨期 我們再一次鐵頭然後再接一個 啊又被雨期到了完了 進入一個無限列車循環了 啊我必須想辦法用會心拳打到 然後還要增加攻擊力 呃這邊我的鐵頭剩7次 啊幹又沒命中屁啦 哇他血要回滿了 哇一切又 哇 直接 一夜回到解放前耶 提升攻擊力啊 哎呦 沒有提升到 啊我有點害怕 哇他這個血量也又要回滿了 我這個再沒命中的話 哎好險連續兩次命中可以提升攻擊力吧 啊還是沒辦法提升耶 但是他連續兩把都 麻痺 我感覺我早就可以收掉他了 如果持續鐵頭的話 啊算了還要再拼一次嗎 再拼一次提升攻擊力 哎第三次可以 攻擊給我攻擊力 水啦攻擊力提高了 水啦麻痺了 哇太猥瑣了太猥瑣了 哼哼 哇不得了不得了天啊 哎這個打一打會生氣耶 這真的會生氣耶 我我自己打的我這會青拳前面沒這種也蠻生氣 哦這傷害可以哦 有料有料 啊最後一下他差不多拔插頭了 這一下的衛縮已經直接代表著 我即將拿下勝利 好啦對手選擇投降 哇這一個猥瑣玩法真的是好噁心啊 太噁心了太噁心了 大家呢有雞拉奇克去嘗試一下 那想看玩什麼角色底下留言啦拜拜 拜拜